这个地儿老大的小丑女究竟有多霸道 她在酒吧跳舞 故意把酒水洒了一地 下面的男人特别的生气 男人的老大看到这一切 也不敢把小丑女怎么样 而小丑这样评价自己的女朋友 说完她就要将小丑女送给眼前的光明顶 然而光明顶却当真了 可是下一秒 她看向小丑的表情 立刻反应了过来 小丑的女人碰不得 光明顶赶紧道歉 然而为时一晚 最终光明顶不幸死在了小丑的枪下 紧接着 小丑带着小丑女在街道疯狂飙车 蝙蝠侠爬在了车上发 这时车子开往了河水里 结果小丑女被蝙蝠侠抓到 然而由于溺水 小丑女陷入了灰迷 蝙蝠侠只能被迫给她做人工呼吸 可没想到 小丑女是在开玩笑 之后小丑女被关进了牢房几个月 重新出狱的她 走在大街上 左脚高跟鞋 右脚平底鞋 一拳一拐地向前走着 正要准备享受三明治的口感时 一个警察来抓捕小丑女 她赶紧向街道跑去 这时上方砸下了一个铁箱子 小丑女摔倒 她在抬头一看 楼上的人对她竖起了中指 因为之前小丑女打断过她的鼻子 现在故意进行了报复 小丑女扮了下鬼脸 赶紧向前方跑 警察依旧在后方追赶 这时迎面来了个大叔 开车驶来 恶狠狠地看着小丑女 因为前两天 她被小丑女的裂骨伤害过 现在要复仇了 没办法 仇人太多 小丑女只能向一侧跑去 结果 在半路又遇到了拿枪的男人 她被小丑女踩断了双腿 现在已经坐上了轮椅 而此时的小丑女却只关心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安静地吃到手中的三明治 然而下一秒 警察扑了过来 食物抛向了空中 小丑女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三明治 散落在地面上 呼吸得像个孩子一样 她特别的生气 决定复仇 正瞧 这时的大叔开车追了过来 小丑女趁机拿起一旁的垃圾袋 扔向了男人的方向 结果男人开枪走火 打在了正在开车的大叔身上 然后车子不受控制 朝着男人的方向撞去 这下估计全身都得瘫痪了 在小丑女逃跑后 她很快来到警察局 这次她要玩票大的 面前的眼睛大叔 问她需要报什么案子 小丑女撩开上衣说道 然后一枪打在了眼睛大叔的脸上 小丑女私下伪装 进入警察内部 一场残忍的屠杀正式开始了 五颜六色的彩蛋 无情地打在了警察们的身上 小丑女从烟雾中走出来 看向要逃跑的警察 而小丑女之所以闯入警局 是要救出一个黑人女孩 因为她藏有一颗价值不菲的钻石 为了得到她 小丑女必须要救女孩出来 她来到监控室 想要按动开关解锁监狱大门 结果没一个按钮管用 离气之下 她就开始搞破坏 疯狂地用枪把手砸在监控面板上 终于监狱大门被打开了 等小丑女走进去 她才发现 牢房内部都是自己的老熟人 所有人都对她恨之入骨 因为他们的犯罪 都和小丑女有着紧密关联 弄得小丑女非常的不好意思 等她终于找到黑人女孩的时候 正是因为监控面板出现了故障 所有牢房的门全被打开了 这下可完了 罪犯们一个个走出来 准备报复小丑女 结果小丑女抢先一步发起进攻 一阵华丽的高端操作 罪犯们一个个被小丑女打趴在地 之后她带着女孩赶紧向外跑 迎面走过了一个壮汉 她死死掐住小丑女的脖子 然而小丑女却一脸渐渐的样子 用手中的火机点燃了壮汉 留了好多年的长骨子 之后两人趁机驾车逃了出去 可这时后方还有一个女杀手紧追不舍 小丑女不慌不忙地点燃炸药 到了最终 他们用那颗钻石卖了一个高价钱 为此小丑女也换上了华丽的服装 开上了跑车 也终于吃到了新鲜的三明治 好